孙悟空 忍耐扎 三十多年 我担心您的腰不死 是对酒 从无聊说 大乡尘埃 可以稍微有一点点缀的动作 也请您戴上这肚子之后啊 给我们展示展示几个造型 哎呀 您这是孙悟空啊 是假的 假的 我是假的 我看你才是假的 哈哈哈哈 你能够那么有感情的 唱出孙悟空的心声 我刚才的确流泪了 我谢谢你 谢谢你 鱼羊双起叶双飞 鸳羊双复若人不悖 到处都有母亲的爱 到处都有亲的笑脸 我们宁愿高寿了 哎呀 不好意思 快到80后了 哈 啊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的是精心打造的《西游记》三十年大剧首的特别节目 我们将会依次请上《八二版西游记》当中的主创上台 和我们聊聊当年拍摄的往事 同时也会演唱一些电视剧当中的一些插曲 当然首先我们要请出的这位 在剧中甭管您是多大的神仙 多有能耐的妖怪 在拍摄现场都得听她的 来 让我们掌声有请《八二版西游记》的导演 杨洁 您好 杨洁 您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回声聊亮的现场 先跟我们所有西游记的观众朋友们 还有我们回声聊亮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好啊 朋友们 你们好 今天呢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 为什么不寻常呢 因为这是我们三十年前 我们拍摄《八二版西游记》的时候 除了现在不能到场的 或者因为有许多原因 各种各样的原因来不了的那些朋友们以外 其他能来的都来了 你们可以看到 拍摄你们熟悉的那些妖魔鬼怪 那些神仙佛道 本人都长得什么样 太好了 太好了 那今天呢 杨洁来到我们现场 我们也有一份我们的心意吧 我们要把观众的鲜花送给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杨洁导演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有请杨洁导演 首先落座来欣赏 稍后主创人员的精彩表演 我们掌声送给杨洁导演 那接下来呢 我们今天会轮番不断的请出 八二版西游记当中的主创登场 那首先要请出的这位啊 我觉得大伙一定特别熟悉 手拿金箍棒 然后火眼金睛 大伙说他是谁啊 我们掌声有请六小灵童 有请 一条多大 我前着梦 翻山涉水 两间双花 不看到寿命远 人痴掌 人痴掌 人都好歌 想天涯 啊 想天涯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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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你翻翻春秋冬季 你尝尝酸甜果辣 当温如在何方 不在凋谢 让温如在何方 如在交交 还是 刚才现在的时候 很多我们的观众 现在我叫我 六老师你好 六老师 这么说对吗 小朋友叫我 小灵童叔叔你好 其实我是姓张 文章的张 张金来老师 本名我们再次 用什么样的方式 欢迎猴哥比较好 掌声还是送上吧 大师兄又来了 大师兄大师 欢迎猴哥最好的方式 当然要拿出他的独门秘气 那就是金箍棒 怎么把金箍棒变成 我跟你说张金来老师 我说的一点都不夸张 我相信所有中国的男孩子 青少年小时候 真的都把您当成偶像 咱其他的道具来不了 金箍棒 我们小时候就地起材 到处都有啊 每个人都能多少练一点 所以今天 我能不能给您请教一下 这个金箍棒 到底怎么才能把他耍得可好 还是这样 你比如说 现在我要做一个瞭望的动作 瞭望 你看这个手是这样 小鲁哥 现场有很多小鲁哥 你跟着学一学啊 看看你能不能学得像 就不一定好看 你看如果脚是这样 就像傻猴子了 对吧 包括耍棍子也是一样 你比如说 正常耍 我这么耍 那你还是人 对吧 就正常一个人在耍 如果变成猴子 你看 宋风耍耍耍的高兴了 我们过去讲啊 就演员的一身之戏 在于脸 一脸之戏 在于眼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那么尤其是美猴王 孙悟空 这个火眼精神 非常重要 我呢 导演当时不知道啊 后来导演说 如果你当时知道 你这么大近视的一个演员 我都很难下决心 让你来演 是近视的 对 我六百度近视 两百度散光 现在如果我把眼镜拿掉 看你们两位主持人 都是虎的 都是虚的 但是演的时候 你可不能让观众看出来 你是大近视眼 一开始 导演老发现 你这个演员这个眼神 眼睛灯得很大 没有神 就眼大无神 妙里泥人 近视眼就是这么一个毛病 那么要练集中眼神 通过什么呢 通过晚上 有时候有时间 我就看那个点那个香 夜晚就找这个香的那个烟头 其实就找它一个试点 白天 如果有时间 就看打乒乓球 有一个球桌 你看脸 对着那个网 头不动 眼睛跟着球走 左右上下 脸这样 那一会就晕了 那是一种技法 当然要根据人物去刻画的时候去运用 您看我们现场有很多的大大小小 有大朋友小朋友 都特别喜欢您塑造的这个孙悟空的角色 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讲 我不光是希望我们的年轻朋友 更多的关注我们的侯戏艺术和西游记 这样的一部电视剧 更重要的是要从西游记这个故事当中 集起人生的智慧和生活的辙理 要像美猴王那样 弘扬猴王精神 拼搏 进取不屈不挠 永不言败 乐观向上 说得太好了 那小妮有一个请求 不知道您能不能答应 就是把您这火眼睛睛跟金箍棒再好好结合一下 完完整整的给我们秀一段金箍棒 还秀不秀啊 就是让我们再感受一下美猴王的魅力 大家想看吗 好吗 有请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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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公去你 是你个山岛 想来谁敢过 难言欲过 不愿之过 都逐个童天 打到 万有国 刚刚是请上了大师兄 孙悟空 接下来要上场的就是师父 没错 掌声有请 池崇睿 有请 光不明 全海清空远 池崇睿 用唐僧的方式问候一下所有的观众朋友好不好 好 祝愿在座的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胜益 提到赤崇睿老师塑造的唐僧这个形象太深入人心了 您也是在剧中取得真经的唐僧 出演了多少集大概 我演了十集 前边两个唐僧演了十一集大概是这样 所以今天呢我们还把另外一位唐僧的扮演者也请到了现场 他曾经扮演了像偷吃人参果呀 三打白骨精还有获取观音院等等 让我们掌声有请另外一位唐僧的扮演者汪月 有请 祖宗 你也敬畏除连伤三灭 佛祖也不能宽容于你 这支扁书便是凭证 从此你不再是我的徒弟了 你走吧 来 欢迎你 王爷老师 这一出场还面白着就出来了 你知道怎么区分这两个唐僧吗 特别容易 这一位就是笑容可居跟孙悟空关系特好的 这一位就是永远跟那孙悟空处不好关系的 老念紧箍咒的就是您 这样区分就很明白了 当然今天我们提到了这个唐僧的角色 我也想请教一下两位老师 在秀戏这幅电视剧当中 究竟有几位唐僧的扮演者 三位 三位 王爷老师 我觉得这问题有点诡异 我们经过了这个网友们 帮我们细心的总结 搜罗我们发现了 这个答案真的不是三比三要多 我们一块来看一看 剧中究竟有几位唐僧的扮演者 请看 六位 一二三四五六 那三位是谁呀 杨导您来给我们揭晓最终谜底好不好 您给我们讲一讲 这剩下的还有三位 这个第一位啊 第一次就是英小姐 把她抱着 放在木盆里 推到江里去 躲避那个监恶她的人 你们知道吗 她是个女孩子 哦 真的 长大了 是一个美女 是个女孩子 也在唐僧的小时候 29岁的美女 杨导我还有一个疑问 因为我当时看这个戏的时候 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替这个小孩捏了把汗 因为不是放在木盆里 还飘水就飘下去了 对呀 你怎么那么狠心呢 杨导 你怎么那么狠呢 哎呦我很信 对不起 那木盆底下有两个人保着呢 您说两个人是 两个人拿着木盆在水里 扛着举这个孩子过去 对啊 确保孩子安全 嗯 远处的就是这个洋娃娃了 远处是洋娃娃 保孩子安全啊 那真的 那孩子的是人家的宝贝啊 是 杨导您再给我们介绍 上面那个小朋友 左上角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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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个敲木鱼的 敲木鱼的 从他 老和尚把它抱起来以后 他在寺院里长大 在敲木鱼 这是第二个堂僧 这个扮演者叫做王磊 对 还有这边这位呢 这个就是第三位了 马拉里鱼的那个狐狸放生 哦 这位扮演者叫做 这就是你们两位的天生 这就是六位唐僧的扮演者 郑铁男是六位啊 翻了倍了 回答错误 回答错误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揭秘了很多西游记台前幕后的故事哈 我们也再次谢谢今天两位老师光临现场了 接下来就坐到杨岛身边去和他试试旧吧 再次谢谢 谢谢两位 有请 好了那接下来呢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要为大家请上的可是特别招人喜欢的一位 哎呦 二师兄 猪八戒 终于来了 现在我们这个师徒几人啊慢慢都凑齐了 来掌声有请猪八戒的扮演者 马德华老师 有请 欢迎马德华老师 欢迎马德华老师 马老师您好 看出来了咱这猪八戒啊 是身体倍棒 吃麻麻香 还这么硬朗呢 真是 大伙看看当年马德华老师塑造的这个形象 马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展示展示 就是现在还原到猪八戒这个角色当中 给我们用肢体语言 包括眼神 诠释一下猪八戒的喜怒哀乐行吗 首先喜 到了高老庄 看到高小姐了 那个眼神呢 一看 哎呦 看我干嘛 那边 我再找找啊 找找 一看就找 好感 好感 弄 好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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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这高小姐 拒绝了您 放心未动 伤心失恋了 你看 你看我知道 我知道我 我知道我 我长的这个模样 是是是是差了点 我也能变成像 像小泥这么漂亮 可是你说这 这变过来变过去的 多费事 那还不如直接找小泥呢 我干 那不行 那不行 我干了你 四四 以后你看我这模样 你老看老看 看惯了 就好了 好可爱 看摄影了 就是了 很棒 因为我们现在 经常会盘点说 西游记这师徒四人 是特别好的一个团队 你看 有孙悟空这样的马前卒 有猪八戒这样的开心果 有沙僧这样的实在人 还有唐僧这样的好领导 今天是我们西游记 三十年再聚首 其实接下来应该挺上的是 沙僧的扮演者 但是我们知道 沙僧的扮演者 颜华李老师 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所以我想在此 我们也用掌声 敬意 表达我们对于 颜华李老师的 一份感谢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请 猪八戒的扮演者 马大华老师 落座我们的嘉宾席 一起来欣赏 稍后的节目 好吗 好 掌声送给马老师 算是多年 我相信您的腰不行 可以稍微有一点点缀的动作 也请您戴上这肚子之后啊 给我们展示展示几个造型 哎呀 你这是孙悟空啊 你是假的 假的 我是假的 我看你才是假的 你能够那么有感情的 唱出孙悟空的心声 我刚才的确流泪了 我谢谢你 谢谢你 黑暗窗戏的双腿 我愿穿风惹人的泪 到处都有母亲的爱 到处都有亲的笑脸 她单身起一天 接下来呢 我们要分板块 聊一聊西游记的话题了 我说到西游记 你想你你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我觉得男孩子啊 普遍感兴趣的就是 这西游记当中 很多的武林高手 十八班武艺 样样精通 我就想说 他们啊 是专业的武术演员 还是在这个西游记的片场 现学现卖的 这是我最好奇的问题 那接下来请出这位嘉宾 我觉得他一定能 很好地回答你这个问题 这是小白龙的扮演者 王伯昭 有请 小白龙的扮演员 沙江 寄我站到凉山上 到处都有母亲的爱 到处都有亲的笑脸 白龙马唱了一首 骏马奔驰抱边疆 很应景啊 当然王莫章老师在戏游戏当中扮演了白龙马这个角色 同时我知道您本身书法写得很好 是北京书法家协会的会员 是 所以今天是不是也有一份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字 这也是特别为我们戏游戏三十年聚首写下的莫保 龙马精神 今天我们也给您准备了一份恭喜 所以把您剧中的媳妇也请来了 万圣公主的扮演者张青 来 掌声有请 真的呀 哎呀 你好啊 哎呀 这个咱们 来来来 这有三十年不见了吧 对 我们一直都没有见过 一直没见过 三十年都没有见过 所以这一次也是一个非常珍贵和难得的机会 对 我也特别想问问张青 两个人的对手戏 这个海带和剑的对打 三十年之后 两位能不能简单的在我们舞台上过过招 感受一下 还记得吗 那些套 只能够 比划一下 我们感受一下 浓宫的一段大戏 好 谢谢 我终于发现了白龙马他们家谁说了算 一看就龙女说了算 白龙马招式那么多 从来没有真正的去攻打龙女 就这个海带看起来 刚才您舞起来 有点像艺术体操的感觉 这段戏看来最终的设计也是很有讲究的 非常有想象力 嗯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就请出这个武术设计 最有发言权的就是西游记的武术设计 也是二郎神和惠世魔王的扮演者 林志珊老师 来 掌线有请 有请 谢谢 欢迎林老师 你好 哎呀 嘿 杨大好 弟兄们好 观众 你们好 林老师您现在在忙些什么 27年来我主要是带兵 嗯 就是给我们中国的武警公安特警 野战军的侦察部队反恐特战队 特种部队搞训练 一般就是闪手训练 格斗训练 防卫训练和防暴训练 哇 绝对是专业级别的 是 那您点评一下刚才这两位的这武打 跟30年前相比 怎么样 是进步了呢 还是进步了呢 当然当时比较好了 但是能有今天这样也是不错的 是吧 我都不敢靠他们太近 我知道林老师也是帮助很多戏游戏当中的片段 设计了这个武打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座的像孙悟空啊 猪八戒他们的打戏 您也有帮着他们设计吗 那今来嘛 反正他虽然开始没练武术嘛 但这 他机灵的很你知道吗 我和德华我们是学的是中国的戏曲 那么西区有很多很多那些武打 更多的是漂亮帅气 但有一些城市化 对对 林老师教我们那种技技啊 要求一种力度真实感 所以这个武术对我们整个西游戏的武打起了至关重要的责任 我知道您不仅是武术设计 同时在信州诠释了两个角色 一个是最帅的二郎神 还有一个比较丑的浑世魔王 杨导您怎么想让同一位演员扮演两个跨度比较大的角色呢 这个呀我得细说一下 这个林志谦 他是 别小看他啊 十八万镜金教头啊 丁充士的人物 因为我们那里头所有的主演演员都要兼演其他 不给他细冲突的角色 我就请他你再演一个 演一个浑世魔王 他扮上以后他说 哎呀杨导你看你我我那么漂亮一个人 你把我搞成这样 漂亮一个人 为艺术牺牲为作品牺牲 他在戏里头演了一个最好最漂亮的 也演了一个最难看的 还有他又是这个戏里的救生员 我们呢两次在洞里头演出的时候 那个小猴子把头碰破了 他发现了 发现了以后就把这小猴子立刻就飞到医院里去 这个小猴子就是后来的跳水世界冠军熊尼 熊尼也就演过西游记啊 对 你看你说找不到的 都已经找不到哪个事了 但真的熊尼演过西游记 对 这是第一回听说 真的是熊尼头碰破了 是他背着去医院 您知道了一个世界冠军啊 我们也再次谢谢今天两位老师 刚进现场了 接下来就做到杨岛身边 就和他续续救吧 再次谢谢 谢谢两位 接下来呢 我们要聊一聊西游记当中的演技 接下来要幸福的可是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 因为我们把您剧中的媳妇请来了 八戒哥哥您看我们把谁给您请来了 大家好 今天在这儿跟大家见面非常的高兴 当然提到这个西游记这个作品当中啊 我觉得很经典的一段是猪八戒背媳妇 想不想重温一下经典的片段啊 看看这个媳妇到底是怎么背的 马老师 现在您可以上来了 您的腰行吗 三十多年过去了 三十多年 四十多年 那些您的腰不行 走 太经典了 太经典了 葬式的感觉已经找不到了 多好啊 你看我们过去的回忆全都回来了 这段非常的经典 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段戏 大伙对于效果都很满意 但我知道对于剧中的主角猪八戒来说不太满意 因为最终也没有得到高小姐的芳心 我听说您在有一个场合演出的时候 还特别演唱了一首歌曲叫八戒之歌 就是劝高小姐的娘家人接受自己 有这事吧 西游记春晚 对 那里头唱了一首这个八戒之歌 但是我要说一下 这首歌是是马国光老师唱 我呢 是这个给他 把这声音给他还原了 那三十多年过去了 咱们重现一下八戒之歌 看看我们高小姐的芳心 会不会为你而动 这样 我们也请高小姐先落座 我们其他剧组的主创 现在都是高小姐的娘家人 看看接不接受这个女婿 好吗 好 谢谢 想当年安本是天空愿衰 是醉酒出了转打下尘埃 刚上安那孙后歌 万般无奈 随时呼呼上西天 手泪大横拆 你叫他好幸福 还心等待 大人啊 我的大人啊 到那时在坤远 那山在山坏 那山在山坏 说到西游记 当然也运用了很多艺术形式 来塑造形象 比如说音乐 那和主角有关的主题曲很多呀 包括像唐僧 有唐僧舒怀 像猪八戒 有猪八戒被媳妇 这说到齐天大圣 孙悟空 和他有关的歌也特别多 我跟你说 我觉得最喜欢的 最大气的那一首 就是在大闹天宫的时候那首大圣歌 特别的痛快 这首歌啊 我们把原唱者胡音音 请到了回声嘹亮的现场 咱们掌声 欢迎他出场 有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车开如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大伙估计都非常非常好奇的环节 就是戏游戏当中的造型化妆 那些神仙啊妖精啊 他们的这个化妆究竟是怎么搬成的 你看那个时候八十年代 我才刚出生没多久 以那个时候的技术来完成这么多栩栩如生的人物造型 神仙的造型太难了 你看猪八戒孙悟空 他们的造型是唯妙唯笑 我也很好奇 在我们请出这一位幕后高手之前 我们还是先请一位西游记的粉丝 用他的方式来向西游记的造型致敬 有请春天 中文字幕后来向西游记的造型致敬 中文字幕后来向西游记的造型致敬 布川柳 Perfect 她就可当千代 她说姑娘 ub Allan 中山坡 几座山坡 又越过几条红 一起去坎坷 怎么还要这么多 与你个山坡 先来睡个磨 难以作 苦也吃过 走出个童天大道 快要过 春天 你好 春天 你好 你好 你怎么又弄了俩主演来啊 结果又不一样了 对 这个是专门为这次这样 这么盛大的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个活动 专门感知的 我们也问问六小灵童老师 非常好 我开始以为是三包碳 而且他那个造型也很好 基本上是根据我们电视剧《银瓶美猴王》的这样一个形象 如果一定提一点建议的话 就是可以稍微有一点点缀的动作 你 你 我不关心 就吃了 这样下去 在演唱当中的空隙的时候 点缀一些就可以 非常好 你这个节目 通过我们回声聊量的栏目 肯定能到 好的 好的 谢谢老师 谢谢春天 好的 亲爱的朋友们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正式有请的就是 幕后英雄巴尔版西游记的造型师 王熙忠老师 掌声有请 有请 王老师这边请 王熙忠老师也是我们中国造型界的国宝剧人物 像很多建国大业啊 一些影片影视剧当中 伟人的造型都出自王熙忠老师之手 所以我们再次把掌声赐给王老师 欢迎王老师 王老师今天倒是可以给我们讲解讲解哈 您有没有带当年的一些造型的道具之类的 也让我们大伙开他眼界 看看那些造型都是怎么打造出来的 好 有 带来了啊 来来来来 我们请上道具 这剩下的这个不多的模型 就是先从演员脸上取下这么一个施膏的模子 这就是金莱同志的脸 哦 他的脸还真是 哦 那个时候每天台湾戏 马德华和那个张金莱那个脸泡子 煞白煞白的 哟哟哟哟 就回来了 还有特别有特点的就是猪八蟹这个大肚子 这也有模具 这您是照着马老师的肚子比的吗 我带了一个肚子 您带了 来我们看看 这样好不好 我们现场也找一位观众朋友来体验体验 看这猪八蟹戴上这肚子之后 是什么感觉 猪八蟹的钉牌我们也给准备好了 也请您戴上这肚子之后啊 给我们展示展示几个造型 今天自己来一个 哎呀 您这送风啊 马德华老师来示范一下猪八蟹的经典动作 哎 大不流行的往前走 好 就这一个 就这一动作啊 到您了 預備 起 胳膊 怎么会抖路啊你 有点生怪 行行 来来来来 我们再次谢谢这位观众朋友的体验 这肚子不能送给您 但是可以送给您一份礼物 这说到西游记当中的人物形象 之所以鲜活生动是除了我们台前的演员表演之外啊 这幕后配音演员也是至关重要功不可没 没错 但是在请出我们配音演员的原班人马之前呢 我们要请上的是一位我们西游记的忠实粉丝 他将用自己的声音来重新演绎真假美猴王 咱们掌声有请程佳佳 朋友们好 所有西游记的主套都在这呢 还真有点怕 有点怕 没事 听听大家的掌声鼓励一下程佳佳 把你这么多年喜欢西游记 并且揣摩西游记的成果给我们汇报汇报好不好 咱就来打到观音那儿的 那咱就开始了 好嘞 苏空拜见观音菩萨 哦 悟空 免礼 免礼 菩萨他是假的 菩萨他是假的 我才是真的 他是假的 我是真的 菩萨 菩萨 当初你送我老孙三根救命毫毛在这儿 你摸摸摸摸 菩萨你倒是说话呀 菩萨 你当初给俺老孙安个紧箍咒 害得那老和尚念的那紧箍咒 疼得俺老孙要死 难道你忘了吗 究竟谁真谁假 请杨洁导演给我们辨认一下 哎哟 我看那个杨导刚才是拍手叫好啊 我 我觉得他都是假的 真的是李扬 您觉得他配的怎么样 但是他学的太像了 可以乱真的 他以假乱真了 你看杨洁导演这比较很高 现在出来都有点不像像假的了 究竟学的像不像 我觉得我们得把原版请出来 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八二版西游记 孙悟空的配音演员李洋老师登场 有请 吴孙悟空的配音演员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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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孙悟空的配音员李老师 你好 欢迎你 您在旁边都听着了 怎么样 去世的洛桑学过我 阳光也学过 但是今天我听了佳佳的学 我认为是绝对做到了完成一致 就跟我原来的声音 在戏里配的完成一致 分不清真假 很高的评价 能有多一致呢 你能不能同时说一句话 我现在得学它 你是假的 假的 我是假的 我看你才是假的 太不简单了 学什么像什么 再来一个 比如说大家熟悉的猪八戒 猪八戒你也可以配吗 说两句 这是哪里来的生人 不是生人 是熟人 熟人 瞧你这长嘴模样 看就不像是好人 快抬起头来 让我瞧瞧 原来是罚恶呀 哥哥 我可算找到您了 有 一人分事两句 太棒了 太棒了 行吗 余老师再给几点几点 太棒了 不不不 不是十点 是欣赏 学习 叹为观止 接下来我们再请佳佳 为我们做一段精彩的表演 黑音艺术一代代的在传承 那传到了佳佳手里的 佳佳 你要接过这根接力棒 把握机会 可以更多的展示声音的魅力 我就唱一首歌吧 鼓掌 西游记里边的有一个叫 五百年桑田沧海 五百年桑田沧海 来掌声送给陈佳佳 五百年桑田沧海 万世约长满青苔 长满青苔 长满青苔 只一颗 心儿未死 相望着逍遥四塞 逍遥四塞 哪怕是 哪怕是 结果分手 哪怕是 冰雪覆盖 不开 依然是指向不改 依然是新年不衰 抹脱了岁月 激荡着情怀 为什么 为什么 偏有这样的安排 我太佩服你了 你能够一字不差地 背出秀吉的台词 你能够那么有感情地 唱出孙悟空的心声 我刚才的确流泪了 我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杨总 谢谢 我们也镜头会记录下 这样一个美好的瞬间 还好 陈佳佳的歌声 感动了我们剧组 所有的主唱人员 我们也一起在 回声聊聊的舞台上 留下这一个 精彩的瞬间 美好的时刻 来 一 二 三 我说实话 因为没有上个学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在座 谢谢 谢谢 我们在座打热 这个讲座送给陈佳佳 谢谢 其实在八二版的西游记当中 有很多描绘儿女情的歌曲 我特别喜欢其中一首 《何必西天万里遥》 来我们有请演唱者 《何必西天万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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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乡 相差一条 一群岛 一群岁悠悠 一群岁飘飘 何必去天万里 何必去天万里 化 poles就在君教 化 cooperation就在君教 化了就在君教 化岁就在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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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掌声送给吴静老师 欢迎你来到回声聊量 我想请教一下直松卫老师 和哪些妖精有个对手系合作 你盘点一下 盘点一下也不分太多 就是那个和那个那个姓仙吧 和姓仙 这是刚才你首歌里面的 还有那个浩子精 浩子精 也就这两个吧 玉兔还有 对还有玉兔 李玲玉演的玉兔 玉兔精 您看这些旧情您忘得挺快的 还有我们提醒您 李玲玉没来 来了就想起来了 今天其实我们特别想把这些角色 这些演员请到现场 但是因为他们因为工作的原因 没有来到现场 但是他们用视频的方式 给我们要送上一些祝福 以及给我们讲述一些 跟唐僧演对手系的故事 一起来看 大家好 我是李玲玉 因为这部戏当时我可能埋怨很多 也曾经拍完以后 我等那天我发誓过 我说这是我头一部戏 也是我最后一部戏 实际上可能有点 说笑了 经历了这么多年 其实我也拍了很多 大大小小的戏 我想拍戏的感觉 给了我很多像上课一样 所以我还是要感谢 修剂所有的演织人员 包括我们最伟大的导演 剧组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长青 要说剧组的合作 当然是池崇瑞先生的孔雀指了 为什么说孔雀指呢 因为有一场戏 我是扑倒在地上了 当想站起来的时候呢 那个裙子被我的脚踩住了 起了几次都没起来 当时场地里就我和唐僧两个人 他有心想去帮我呢 他也不是很方便 因为他也穿着袍子 头上也戴着帽子 可是不帮我呢 好像又有点 有失绅士风度 所以他就用这个孔雀指 犹豫了两下 还是轻轻的帮我把裙子 提了一下 史老师 什么叫孔雀指啊 是不是那个 拉女孩的裙子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唐僧可能不好意思 是不是用两个手指拉的 我考虑可能是这样 我都记不起来了 所以他来个孔雀指 他给你灌名了 这叫孔雀指 这是您的经典首饰啊 那这女孩的裙子 你不能随便拉的 对不对 都有绅士风度啊 当然提到唐僧和这些妖精们之间的 对手戏 我印象最深的是和女儿国 国王之间的对手戏 而且其中有一段歌曲很好听 就是吴静老师演唱的女儿情 是是是 今天呢 我们也请来了一位 西游记的粉丝 他要用自己特殊的方式 来演绎这个作品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张小棠 为我们带来女儿情 谢谢 有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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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舞老师同时也是特别德高望重的舞蹈家 像我们大伙都非常熟悉的舞蹈家 刀美兰 杨丽萍 都是毛迪方老师的学生 来 我们掌声这位毛迪方老师 欢迎您 毛老师 我能收集到一个问题吗 您高寿了 不好意思 快到80后了 一点都不像 马林儿我们不用多介绍 好 著名演员 来 掌声欢迎 来 掌声欢迎 对 掌声欢迎 大家好 现在我们毛老师做西游戏的编舞 到底给西游戏编了多少支舞蹈啊 比较完整的舞蹈 主要是天宫的一段 天宫的这段舞蹈真的是太美了 所以我也想问问马林儿啊 在哪一集当中有你的舞蹈展现 特别荣幸 每集片头都有 每集片头都有 对 天宫那段舞是片头里用到的画面 对 每一次那个暑假的时候都会放西游戏 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演戏 还在上学的时候嘛 那每一次那个一旦放到片头的时候 我妈妈还有我的同学就会特别激动的 指着那个荧幕最底下 接近字幕的地方 我的小脑袋扬着起来说 看看看看马林儿 今天说到了这个舞蹈 我也特别斗胆 跳了一段天宫舞 请二维过目 打也太大了 我这就抛砖引玉嘛 行行行 来 掌声有请思思给我们带来这段天宫舞 打也太阳 我 寂寞敬意 也可可藏不 兩百人間 等我接觸 天風在歡笑上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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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掌声有请吴海 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 是那渊渊的渊渊 是那渊渊的山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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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让他感觉 读书的花满花满 天天的花满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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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下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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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离娃 下离娃 啊 下温 下温 下离娃 下离娃 啊 下温 下温 下离娃 下离娃 啊 下温 下温 下离娃 下离娃 好的 亲爱的朋友们 那下面呢 我们要为大家请出两位 神仙界里的大腕 我们要有请的是 如来佛祖的扮演者 朱龙广老师 和玉皇大帝的扮演者 张玉善老师 有请两位 两位领导吧 不知道我们太多的几位 是什么感觉啊 哎呀 见到领导 这首先得握手拥抱啊 哎呀 谢谢老友相聚 我现在呢 如来佛祖 朱老师 当年您塑造了很多角色 包括地道战里的高传宝 杨导是什么契机 就选中您来扮演如来佛祖 这么重量级的角色 那一天呢 呃 王熙忠老师 叫我过他化妆室去一下 给你一个戏 你演不演 咱想 演员嘛 哪有戏不演的 演 啥戏 说西游记 我一想西游记 哎哟 幽默鬼怪啊 我说幽默鬼怪我不演 我都是演英雄形象 党的领导形象 这个不演 他说还有别的 演个啥 说演个神仙一年 我心想咱也没见过神仙 也没演过神仙 怎么弄啊 后来导演在这儿说 演神仙的人很多 人家怎么演 你看人家怎么演 你就怎么演 一试装 老远就把我定下来 就我就来到剧组 演了如来活 这么一回事 这还不是主角啊 哪个角色有您大 也就玉皇大帝能跟您辟比美了 玉皇大帝还专到桌子下边喊着 快成西天如来 还如你大是吗 我也想问问江老师 江老师 您拍戏的过程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尤其是拍天宫的戏 我今天到这儿来啊 我一进来我就感觉把我镇住了 我第一次到这个场合来 进来这个凉快 我就想到当初拍西游记的时候 哎呀 那年可能是我这一辈子出汗最多的一年 怎么讲呢 这个头发要 都要沾胶的 这个都要沾胶 抹了一脸胶 这天这个汗啊 吃饭的时候怎么吃啊 得把这胡子分开 不然都弄到胡子了 然后后皮筋啊 两边把它系上 哎呀 就那样的话 还经常把这胡子吃到嘴里去 所以说当时排这个 孙悟空大闹天空啊 把我打到桌子底下 我说去请这个如来佛祖 那个时候这个玉帝是很狼狈的 我们也再次谢谢两位老师 对于西游记作品的付出 接下来呢 我们马夫平均的再为大家请出 两位神仙 让我们有请镇严大仙的扮演者 吴桂林和福星的扮演者 安云武 掌声有请 看到大家脸上啊 都绽放着灿烂的笑容 真的好长时间没见了 来 有请两位老师直接落座吧 先来问问吴老师 您当年扮演的偷吃人生果的这集 好像是在四川青城山拍摄的是吧 您对当时拍摄的场景 有什么样的印象 我们到了青城山以后啊 那老道长当时 头一天就问我 他说你们明知道 西游记是歌颂佛家 扁道的 为什么非到我们西游 青城山来拍 哦 我说 咱们拍的这一集啊 是佛家弟子孙悟空犯了错误 咱们惩罚他 油炸他 火烧他 我跟杨岛说 咱们先拍油炸吧 这儿的话他就痛快点 所以先拍了油炸这段戏 对 有意思的是 后来以后啊 这个老道长就成了好朋友了 他也交给我们 什么这些道家的礼仪啊 什么怎么行礼啊 这些东西 今天看到了安云吴老师 我觉得看到您就红光满面 特别像福星一样 非常的再次的感谢杨岛 因为我们这个剧组里有很多的戏曲演员 杨岛是我们中央电视台最资深的戏曲导演 所以对我们戏曲演员非常的疼爱 我们是在西游记剧组吃了好几年的好饭 练了好几年的功 最后回到北京的舞台上 西游记这一个作品也是把很多可能会凭水相逢的人牵在一起 也形成了一种缘分 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下一拨演员了 他们是哪吒的扮演者艾金梅 巨灵神的扮演者钱永康 以及玉华周大王子张阳 让我们掌声有请三位 欢迎 你好 欢迎你 巨灵神 你好 你好 荣幸 荣幸 好 哪吒 我说实际上我还真不知道哪吒是女孩演的 我在这个西游记里面扮演哪吒这个角色 作为一个参与者 同样为此感到荣幸和骄傲 我本人根本到不了巨灵神这么一个形象 太大了 我的臀部是一个桃米的一个螺 前面是两个枕头 我就听着指挥下来了 我是济南市歌舞剧院的主唱演员 到了剧组以后呢 杨洁杰导演就让我给大家演唱 活跃活跃气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请出几位 西游记的班底演员 首先要有请的就是黑熊怪的扮演者 向范 精气鬼的扮演者 李建成 老普京的扮演者 张继杰 德热的扮演者 杨斌 欢迎四位 这四位啊包括还有很多的朋友们在剧组里除了承担日常的工作之外 还试演了很多的角色哈 向范老师刚才说您演过这个黑熊怪 哎呦我演的太多了 啊 什么 我跟大家讲我们这几个呢虽然是班底演员啊 但是呢班底演员是最难当的 他演那个十二级的那个精气鬼十三级的太监 葛老中的一个坏人 帝宝 除了那个大大天宫的哪吒不是我演的 后来哪吒我也演了 另外就是杨斌说了美极里面呢 缺妖怪 缺什么妖怪上什么妖怪 一直跟了六年 说上就上 那也是因为咱们本身真的有才艺有才华 呃 接下来也请您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 也把一首好听的歌送给大家好不好 好 哪吒之歌 谢谢在座的朋友们 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 谢谢 长片铃儿 上山黄光华 谁不知脑海换叫小魔障 如今 好像一朝大 手碰万朵分裂花 装片在世界 世界美容华 小鹰鹰看冰海 蓝天花 太香 我们的主创人员请到我们回声浪浪的舞台上 让大家再一次的聚首 来 有请各位 谢谢 谢谢 现在呢 我们西游记所有的主创人员 都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舞台上 为了做这个特别节目 我们真的花了很多的心思 不仅要联系我们的主创人员 同时也有很多网友 自发的跟我们栏目组取得了联系 他们也把对于西游记的一份厚爱 感恩 还有一份热情带给了我们 也给各位主创准备了好多的礼物 我们精心挑选之后 选出了一位粉丝准备的礼物 真的会带给大家一份惊喜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共同来拆开 这份礼物的包装 看看究竟是什么 请大家回头看大屏幕 这是我们的一位网友 用了三年的时间 自己剪成的西游记当中 众多人物的造型 而我们知道剪纸艺术 需要花费很多的心思 也是体现了我们所有西游记迷 对于各位西游记主创的一份热情 我们有请西游记的这位粉丝 来到舞台上 欢迎您 怎么重复您 我叫冯文龙 冯文龙 喜欢西游记有多少时间了 从小时候一直喜欢到现在 就利用三年多个工作业余的时间 创作了这样一套 一百七十多个西游人物 形象到这样一套剪纸 我看到今天也拿来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这是唐僧的形象 这里还有给马德华老师的猪八戒的造型 这是孙大圣 齐天大圣 邓小灵虫老师 这个是沙僧 颜怀里老师 颜怀里老师的形象永远的定格在这张剪纸上 但是我想虽然说西游记的很多主创人员已经离开了我们 但我想经典的作品就是这样 会延续老艺术家的生命 还有一份梁姐导演 太谢谢你们 亲爱的观众 我们大家在一起 西游记是我们心灵的桥梁 让我们永远在一起 谢谢 感问路在何方 路在脚下 正是因为这么多的人 这么多年的辛勤努力 才呈现给所有的中国乃至世界的观众 一部创造历史的电视剧的作品 所以我建议我们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 以及我们场上的主创人员一起唱响那首 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歌词 感问路在何方 你挑着弹 我牵着马 听爱之处 送走晚霞 擦平探阁 成大刀 都把劲先 一流出发 一流出发 啊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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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三春秋冬夏 一烫烫酸甜 不怕 咱们路在何方 路在江湖 咱们路在何方 路在江湖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咱们路在何方 路在脚下 今天我们的节目 虽然结束了 但是我想 所有观众和西游记的情缘 始终未了 在此让我们再一次听一听 大家的掌声和欢呼声 送给西游记所有主创 谢谢你们 辛苦了 谢谢你们在 我们回声嘹亮的舞台上 重新举手 在这里面要感谢 所有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 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想获取 央视综艺的更多信息 欢迎您关注 新浪官方微博央视综艺 或者可以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加入我们 记住我们的口号 重温时代经典 唱响 回声 聊聊 朋友们 下期节目我们 再见 再见 出栋梦 倩害了感情 贵